您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六點搶先報 我是蕭惠文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了今天 國內新增了有7例的境外移入 而羅一鈞他說明表示 整個個案當中有6個人是屬於 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突破性感染 分別有3個人是打了BNT 另外一人是打了AZ 另外一人打的是中國大陸的國藥 還有一位人是打克星 今天的7例每1例都有 接種過兩劑的AZ 兩劑的疫苗 那其中就是除了 第四位 序號4 是在接種疫苗後不久 6月就確診 他是在5月接種過 兩劑的科興疫苗 所以這一例 因為確診的時間 可能還不夠到完整接種滿14天 所以這例不算是突破性感染之外 其他6例都是屬於突破性感染 分別流序號1到3是接種過兩劑 科興 兩劑國藥跟兩劑的AZ 那567的話都是接種兩劑的BNT疫苗